大家好,欢迎来到奥匈帝国,我是吴迪 这个CFC更新后可以选择参赛人数 这次我们选了一个小规模的对战 是10人的对战,10本和9本为主 我们这次今天来看视频是 教大家怎么用气球来灭真元 我打的是对面6号三星和对面2号两星 好,来看一下 大家喜欢用狗球流 这是2号,等一下先看6号 大家喜欢用狗球流的话 一定要学会怎么用气球来灭真元 气球灭真元说难也不能说 简单也不简单 要多练习 多练习之后大家就会了 好,我们来看一下 对面6号是一个数本的9本 防空导弹只有三个6级的 一个5级的X弩都是对地面的 它的真元,真元是这么大 我是利用这个弓箭塔来引出它的真元 好,我们来看一下 配置是因为我多配了几个屌丝 是用来引真元用的,巨队用的 所以16个气球 4个天狗,5个亡灵,还有几个屌丝 看一下 接下一个气球 引出对面的真元 引出来之后 屌丝一定要是左边一个右边一个的下 千万不要下在一个点上 左边一个右边一个 这样的话对面真元就会巨堆 好,把法师再拉出来一点 再左边一个 好,基本就堆了 我为什么要下了这个弓箭呢 因为我不确定啊 因为气球砸真元的话 是要,呃,气球跟 气球它自己不会去打真元 它是去打防御建筑 所以的话,所以呃,对面的真元和气球 跟防御建筑是要成一条直线上 因为前面真元正好在 这个加龙炮和弓箭塔之间 到时候气球出来的话 它就,我都,我不确定它会锁定哪一个目标 所以又下了一个弓箭 这样的话把对面的真元往左边引了一点 继续往下看 好,大家看 下了一个气球 气球跟 真元 它对面真元和加龙炮成了一条直线 呃,气球的距离啊 你要看对面的真元 如果对面有很多几个法师的话 基本上就在真元的前面一点点下气球 就可以了 如果对面是一群弓箭 就要再下的远一点 因为 弓箭的对气球伤害 没那么大 所以法师打两下气球就掉下来了 所以距离要算好 好,继续看 蹦一下全部砸死 好,接下来就是进攻了 接下来就是进攻了 这套打法狂暴的位置很重要啊 大家注意下狂暴啊 好,两个狂暴 千万不要重叠 最大程度上利用到狂暴圈 好,第三个狂暴下去 第四个狂暴也是跟上 下女王打 打对面的空间塔 本来我想下女王是打对面的女王 谁知道她对面的女王跑到中间去了 这个没办法 好,对面的女王是被我的小狗 狂裂的小狗打死的 还剩一条狗没分裂 好,现在就是等三星的节拍了 大家看这套打法看起来是很简单 但实际操作上面还是很有讲究的 灭真元和不灭真元还是区别很大的 这局三星 我们来看一下我的2号的 看我的2号是怎么引真元和灭真元的 2号的他的防空脑的剧中啊 也是线下一个气球 引出他的真元 好,引到角落里 去吸引 左边一个 右边一个 大家一定要记住啊 是左边一个 吊丝 右边一个吊丝 千万不要下在一个地方 这样的话真元才会去堆 在左边一个 右边一个 好 真元基本上去堆了 跟那个加农炮成一条直线 后面一个气球 蹦 全部砸死 好,现在开始进攻 四个吞狗 后面一排气球 好,下潘暴 他这个阵 他的防空导弹比较具中啊 就是说如果气球一旦冲进去的话 基本上灭防空导弹是没问题的 但是他 他的防御还是级别很高的 基本上都升满了 墙也基本上都刷刷刷的不错 好,大本营被小狗马上就要打爆了 好,大本营爆了 50% 两星 这局其实没打好 到这里来的话 这局可以拿三星的 那没办法 到后面就差两个是对空的防御建筑 一个是箭塔 一个是电塔 如果这两个打掉的话 基本上就三星了 没问题的 很可惜啊 好 这次教大家怎么用气球来灭对方阵源的视频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的收看